本橋地價最貴的土地宮廟在哪裡呢 就是在新版特區內的深邱福德宮 當年新版特區計畫 當地深邱里里長陳連城 以及在地人士費了一番功夫 以信徒捐錢蓋廟的方式 讓土地宮廟留在新版特區中 成為這裡的特殊景觀 而這附近鄰近新北市政府 在政府耽誤的完善規劃下 深邱福德宮旁邊 就是一片綠意盎然的小公園 我們是希望說 這麼寸土寸金的一個黃金公園裡面 能夠做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公園 所以我意思是說 把它做比較有特色的公園 就是說比如說片子櫻花 塑造成櫻花公園之類的 這方面來努力 那當然這裡的管理 是在我們的經建客 我們當然我會見請經建客來多多配合 我們多種一些櫻花 或者多種一些比較有特殊的 數量要多 一顆兩顆就不成林嘛 整片都是櫻花 那以後就有一種特色 變成一個櫻花公園 這一片綠油油的深邱公園是附近居民最常來走動的公園 包括來深邱福德公參拜的信徒也會多花一些時間來到這裡走走 因此里長陳年成和環保志工主動發起任養公園的工作 自己的公園自己顧 確保環境乾淨 我們這邊都有固定的清潔維護人員在這邊每天要打掃 那我們土地公這邊也很多志工也平常在這裡的時候都會留意說 有人牽著狗來這邊大小便我們都會跟他加以嵌阻 盡量這個草皮是供孩子遊玩的地方 你這個狗大便狗尿尿這樣不大衛生 盡量避免這樣 新板特區是這幾年板橋發展最迅速的地方 這樣一來上班族的汽汽車通通湧入了深邱嶺這一帶 讓里長有點傷腦筋為了維護停車的秩序 爭取了化紅線避免微停讓道路同行更順暢 我們七陰路從21號到這邊57號這一段 本來只有一個快車道 那個汽車跟機車跟人行都是同走一個車道很危險 因為當初是因為車子都沒有順向停車 造成馬路的縮小 那今天我們配合交通局把馬路道路規劃完整 成年成算是板橋區的資深里長 這幾年隨著新板特區的發展 人口數不斷的成長 而里長也跟著改變調整自己的腳步 為里民爭取權益帶來更多的建設 同時兼顧這附近的上班族 讓緊鄰著新北市政府的深邱嶺展現鄰里特色 中家新聞林立吳亮賢 板橋報導 中家新聞 感谢观看